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多苍荡难过忘了对我说 孤独滚穿了山坡 人生像闹剧 卷入迷失漩涡又困进沙漠 怎么逃脱 无缘来命运的捉梦 常常忘了对我说 两界总偏爱揮霍 黑夜到白昼 决绝的选择换来 落梦拉扯 这到底是对是错的道 又如何 谁懂得 是对是错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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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 任何一个人 这是我最不堪的秘密 那个夜晚的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似乎又出现了 也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那场暴雨 在内心深处 我一直站在那场大雨里 你的意思是说 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那可以这么理解 那个生活对他而言 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 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 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 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 以逃避当下的冲突 那 还能再活回来了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慢慢来 首先呢 我们得接纳他这个状态 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再者就是 我们要弄清楚他退行的原因 他最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最近是没有啊 但之前他得过 这个混合性焦虑和抑郁 在比利时呢 接受了三年的心理辅导 那这个医生能联系上吗 如果可能我跟他联合会诊 这样对小列的治疗 会很有帮助 马上联系 好 谭静的律师是吧 你要了解七年前那个事 应该去找谭静 你找我干什么呢 不是我要了解 是我的一个客户 你 你 你这个客户挺有意思 为什么他想了解这事啊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只是如果你肯说的话 他可以给你这个说 你这不玩呢嘛 你这这这 那你要多少 这也不都是钱的事啊 这样 你呢 让你这个客户 要不然让他自己过来找我 要不然让他找我律师谈 你好 这边是我们的季节的鲜亮 你可以看一下 你好 这边是我们的季节的鲜亮 郑姐 给我来 方主任 喂 方主任 喂 有个三货的外面有吗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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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主任 这里 这里 方主任 这里 这里 方主任 方主任 什么 你等一下啊 我听不清 稍等啊 喂 主任 我听到了 您说 主任 我听到了 您说 聂宇胜 他出了车祸 不过你放心 他现在已经醒不过来了 只是他的情况还比较复杂 好的吗 好的 好 谢谢啊 别动 我爸不在 让我抱你一会儿 我想去找你 可愿不许我出去 你还好吗 辛苦你了 不过你分数很好 学校那边没问题 以你的水平一定难过 放心 走 你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 放下来好看 不过你怎么都好看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是怎么了 嗯 我是下了飞机 焦急想见你 还太快了 这种一点也不记得 你说你下飞机 对啊 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 你是被我傻傻了 我没事 我好的嘛 你看 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 我可以做红烧鱼给你吃呢 别担心啦 没事 我真的好好的 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对了 我有个想法 也挺好 待会儿见到我爸 我想把你们正式地介绍给他 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 好吗 对了 你跟你爸说了吗 不用 不用 我来说就行 我向他保证过 一定要让你幸福 一定要让你开心 不然让你伤心难过 你放心 我一定能做得到 好 他怎么在这儿啊 哦 是我叫谭琴来的 今天不是比利时的心理自行师会诊吗 他在这儿 对了解病因哪会有帮助的 开始吧 对了解病人 医生 怎么出说话了呀 怎么要说话呀 老师 你没事 你没事 我自己搞的 你是个朋友 你的朋友 好好的 这怎么 所以今天不是明天的事啊 我们也很难接受它变成这个样 丁伯伯您也别太着急了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也不是治不好的病 对了 他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 很多年的心理医生 需要的话我去联系一下吧 有 有 有 已经连续上了 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会军 谢谢您 谢谢您 那么惦记着它 盛凤婷 是 你也等我好记一下 你比我儿子有福气 说尽是个好女孩 好好对待 我会的 聂总啊 别太担心了 聂余生是您的儿子 他一定会很坚强 这点小事急不夸的 他会熬起来 不夸的 谢谢你住吧 多保重 雅达 你给我 好 谢谢你 我们结婚没了 我们结婚没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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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坐一会儿 不了 我今天挺累的 那个结婚那件事情 我开玩笑的 路上慢点来 拜拜 我现在是一个人 说起来的 我一定会不会坐下来 我再说 我应该不会坐下来 那是一个人 我想做的 我做一个人 我做一个人 我做个人 我做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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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睡了吗 有空给我回电话 想你呢 爸 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 这是聂总啊 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喜欢吗 不错 那我的东西要搬过来了 你的东西 都在都在 你房间在楼上呢 我带你去 走 来 谢谢老师啊 小心点啊 这是三楼 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 好 好 我来 来 好 我去开门 看 怎么样 跟以前一模一样吧 一个东西都没得少 辛苦了 辛苦了 陈叔 不客气 那你早点休息 好的 那我是说了 到一个回家 拿去啦 叫我来 看你 那我去看 你知道吧 我去看 我去看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现在没了 我去看 没有了 你放心 我来 三十二 好的 可以扫码支付一下 好了 扫起来 来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二十八号的外卖好了 二十八号的外卖 还没有好 等一下 君哥 王老板 君哥 君哥 喝点水 谢谢啊 你这份工作干得还挺久嘛 有活就干呗 这挺好的 这 骑骑车 送入货 不错 那个 最近 老聂他们家怎么着 有 有 有什么动向的 他现在哪顾得上啊 聂生出车祸了 撞了 嗯 严重吗 人倒还行吧 就是脑子有点 有点糊涂 有点傻 值无诊啊 没那么严重 他那个 叫什么 心理退行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是说 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 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 详细的我也不知道 敬介也没跟我说 你别问他啊 使用他烦 好了没 好了 我跟你说 老聂家 老聂家 求得事干太多 确实是报应 你别这么说啊 人家聂医生挺好的 人家可没做什么求得事 那大夫也没有说 他这个 就就就这个退行 还 还能再回来吗 他 行 明白 走了 走 慢点 来来来 赶紧来吃 都是你爱吃的 好多菜啊 爸 你怎么不吃啊 没我一口 好 怎么了 没事 只是 想到我们好久 没那么坐下来 吃顿饭了 都没想到这么久的第一次 竟然是这样的机会 以前 总是忙 没时间陪你跟你妈 没时间陪你跟你妈 等到事情发生了 现在想后悔也都来不及了 爸 对不起了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没听你的话 跑去读医学院了 确实是因为我 爸 你知道的 当医生可以救人 能够看到家属因为我的关系 他们就不用跟心爱的人分离 那种成就感 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吗 所以我 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 我也不后悔 跟谭静在一起 爸 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 我跟谭静会好好的 两个人 好好的在一起 好了 不要说了 好吗 好好的 好好的 我没想到 下次我们有个人 我会没想到 还是我们更能够了 我哥 有个人 记得 没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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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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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